这几天在美国这边有很多人都在议论 那个老拜头会退选 没想到今天果然宣布退选了 就在刚才今天是美国时间的7月21号 今天下午老拜发布了一个声明 正式宣布退选 他说能够担任你们的总统 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 虽然我一直想竞选连任 但我认为为了民主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 我最好退出 专心履行总统的职责 完成余下的任期 当然还不忘总结了一下 他在任期间所取得的一些成绩 声明发布后 他又紧接着在他的个人脸书上 像是把接力棒交给了哈里斯 说哈里斯可能有人不知道是谁 哈里斯的中文名字就是贺锦丽 老拜说要全力支持和认可 哈里斯成为民主党今年的党内候选人 民主党是时候团结起来击败川普了 接下来到底是美国将会迎来第一个女总统呢 还是川普这次赢定了呢 美国大选的神算子 一位历史学的教授 名叫利斯特曼 从1984年以来 9次预测美国总统大选结果 8次都预测正确了 他说自20世纪初以来 如果再任总统不寻求连任 或是出现了如今这种党内竞争的情况 那么再任就没有胜算 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 现在成了一字的川普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早在几个月前 我就说这个美国大选期间会有很多的大戏上演 果真真的是一场接着一场 但距离每个大选呢 还有剩下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了 能消停吗 谁也说不好 但我说美国的大选 其实就是一部美版的公渡剧 像老外头也不是突然就放弃的 而是他们那一堆老头老太太 一起讨论了三个多星期得出来的结果 华盛顿邮报就报道说 已经有37位民主党的议员出面要拜登退选 另外还有接近三分之二的民主党选民 也认为拜登应该退出竞选 因为如果他继续连任 那就还要再坚持四年的时间 他也就86岁了 年纪真是有点大了 就现在他身体状况已经是不太好了 包括刚刚过去跟川普那个辩论 表现的也是让大家非常的不满意 而且是经常出现口误 还有老拜多年那个好友说 在上个月的一个活动中碰到老拜 说竟然老拜都没认出他来 估计老拜自己还是想继续跟川普去竞争的 只是天不时地也不利 人也不合被迫退出 如果咱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去看待这件事的话 都这么大年纪了 要名也已经有名了 剩下的时间就好好想想 幸福得了 天天抄那么多的心 还要想办法怎么去跟川普去吵架 说是辩论 其实说白了还不就是吵架吗 把川普一些失事都搬出来 气得川普当时直翻白眼 就这还没吵赢 自己明明那么努力了 被对手笑话不说 还要被队友笑话 这是吃力不讨好 你试想一下 一边川普在于CNN通话的时候 将老拜托描述为 美国历史上到现在最糟糕的总统 而另一边 支持自己的一些民主党人 有六成都认为 贺锦丽将会是一个好总统 合着自己里外啥都不是呗 80多岁了 受着窝囊去干啥 所谓无关一身心 坐在家里看别人的大戏 好好享受晚年生活 不也挺好的吗